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近日,不少城市宣布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宅着就是做贡献成为大势所去 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 远程办公,生鲜配送,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新型宅经济发展迅猛 2月13日,记者在视频采访中了解到 在采取延迟复工的企业中 河北石家庄多数企业采取了兼顾在家隔离 与在线工作的云办公 丁丁、飞书、小鱼一连等办公软件受到不少企业用户的青睐 就职与某外贸公司的河北石家庄市民张先生 在复工后开始用丁丁打卡在线上办公 我在上海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的外贸工作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公司临时决定 所有的同事都在家办公 目前我们通过丁丁还有微信啊 QQ之类的进行业务上的交流 还有工作任务上的布置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 人们减少外出聚集 线上采购生活物资成为日常 石家庄市民李先生过年之后就开始在网上购买所有菜品 李先生说 为了买到想买的当日新鲜蔬菜 经常要设定闹钟才能秒杀到 在网上买生鲜产品特别的方便 不用出门,在线上下单 竟然能够把菜和生鲜产品送到家门口 现在基本上我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买菜方式 受疫情影响 目前学生不能去学校或者培训班上课学习 在线教育迎来发展机遇 多家在线教育企业纷纷搭建网络课堂 提供免费课程 就读于河北省正顶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乐乐 近期开始了线上上课的生活 我们的开学时间延后了 现在有很多的免费的网络课堂可以停 然后看这个跟在学校听老师讲课一样 现在不能回学校学习 也不会影响我的学习进度 在线医疗热度飙升 近日各大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的线上医疗 进行的热火朝天 根据公开消息 阿里健康在线医诊功能开通后 每个小时平均近3000人发起在线咨询 在石家庄市民停停看来 疫情之下 线上问诊能避免患者拥挤医院造成更多传染 我以前看病都是去医院诊所 最近这段时间不能出门 然后在新闻上看到有很多APP 有在线论诊的服务 就用了一下支付宝的在线医疊 没有花钱就查明了病因 非常方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又是在线医疗中心里面 未经许读在线医疗中心里面 有些人都找到线医疗中心里面